欢迎收看Costco挖宝专题第二期 今天的推荐清单依然非常丰富 建议大家看到最后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推荐 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视频了 抹茶粉 这个Costco能买到的抹茶粉 除了单独喝,加入牛奶,或者做甜品用,还有新花样 有粉丝买了无盐腰果,做成抹茶腰果零食 步骤是中小火加热的锅中,放白糖,加上少量的水 熬至出泡泡,倒入腰果,撒上抹茶粉,再用小勺子搅拌 让腰果均匀地裹上糖浆和抹茶粉 倒在烘焙纸上晾凉,就可以轻松掰开 重度抹茶控可以吃之前,再撒上一层抹茶粉 有机酸菜 网友说,这款酸菜吃起来很像东北酸菜 经过发酵的食物,有最天然的益生菌 可以帮助消化,提高免疫 酸菜还有富含维他命和抗氧化剂 来自东北的朋友们也知道这些事吗 另外,酸菜等腌制品尽量选择成分中没有醋的 意味着发酵过程更天然 做菜时最好起锅后再拌进去 直接加热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友谊菌群 两款即时小菜 都是日料和韩国超市能找到的小菜 一个是那种细细的,颜色翠绿的凉拌海带丝 酸甜口味,还有白芝麻增香 无肤质,无反式脂肪,无胆固醇,完全素食 另外一个是有嚼劲的凉拌鱿鱿 同样也是酸甜口味,有爽口的姜片和蔬菜 无肤质,无反式脂肪,无饱和脂肪酸,不含乳制品 有机糙米糙米和有机糙米制成的穀物面条 富含纤维和蛋白质,比白米更有营养 一份面260卡,含4克纤维,8克蛋白质 口感是比较劲道的 面条本身非油炸,但形状口感的关系 吃起来挺像泡面,是个不错的替代品 用骨汤清水来煮,4-5分钟就煮熟了 帕马森芝士脆片 芝士脆片的主要成分就是帕马森芝士和海盐 不含人工防腐剂,不含人工色素 儿童成人补钙的健康零食 香浓的芝士在烤制后被抽干了水分 嚼起来脆脆的,一口接一口 不规则的气孔增加粗糙感 同时也增加了酥脆感 细细咀嚼,能吃出食材本身的味道 也可以把它夹在面包里吃 推荐给喜欢健康食品的小伙伴们 开封后有密封条,方便储存 抽取是锡箔纸 如果你也有撕锡箔纸撕得乱七八糟 还怕划到手的苦恼 可以买这个已经预先采好的锡箔纸 一盒里面500张 长宽是30厘米乘27厘米的样子 很方便 羊排 爱吃羊肉的话 Costco卖的羊排一定要试试看 肉质不错,口感也不老 有空气炸锅的小伙伴更方便 只需要把羊排分成一块一块的 用料酒或者啤酒去腥 加入各种调料、香料、腌渍入味 放进空气炸锅 一滴油不用 就能做出香喷喷的烤羊排 还可以撒上自然 说到这里 大家想看介绍美国超市 常见瓶瓶罐罐调料的视频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咸蛋黄饼干 Costco越来越多亚洲食品入驻 这款咸蛋黄饼干 已经不定期出现很多次了 一大盒有60小袋 独立包装 特别适合携带和分享 饼干一层一层的 有酥酥的口感 味道是来自咸蛋黄的咸香 还有一点甜 越嚼越香 是让人无法拒绝的饼干 酒精棉片 每盒都有100片 独立包装 方便携带 日常可用于皮肤表面消毒 或者电子产品 键盘消毒等等 今天的Costco挖宝系列第二期 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还没有看过第一期 请戳视频继续观看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不错的宝藏 想要分享吗 欢迎留言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点个赞并分享 别忘了关注我们 下期见 拜拜 拜拜